行人走斑马线要过马路 都已经走完一半了 这时路口突然出现一台转弯车 行人马上停下来要闪避 但是这台白色的轿车 没有礼让行人外 还没有结束直直撞上去 行人当场倒地不起 另外就发生在台中文姓路三段 跟四川路绞察路口 这次路段是主要干到 车流量大 路面宽 行人过马路都会特别的注意 没想到这一次换成行人 礼让车辆及时停下来 但还是被车辆撞上 让不少人全看傻了 几乎好夸张 照实驾驶实在太危险 幸好行人送一举了过后 没有大碍 照实车辆也直接停在路中央 处理善后 初步分析 汽车驾驶已经违反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汽车驾驶人行进行人穿越道 有行人穿越 为暂停礼让行人先行通过 照实驾驶强快转弯 没有礼让行人 警方依法开出三千六百元的罚单 而车辆没有礼让行人的意外频传 台中警方也扩大取缔 保障行人权益 光是台中第六分局辖区 近两个月就开出了 一万一千七百六十九张的罚单 要提醒驾驶驶 注意行人的安全 TVBS新闻 陈述前两万一台 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美背颜 记得下车辆 Question bottom